字幕提供 阿祖叫一位朋友回家吃大雜牌 就是這樣,是烏鷹的蛋 我做了人生最錯的決定 我把電掣插著 我打算這樣熬死的蟲蟲 前輩呢 大家過來我家吃飯 聽到大家的演員都覺得很餓 結果我過去了 不知道是否看見他 看見了一些貼身的用品 最近是誰來你家嗎 轉湯風圍的 娛樂圈真是一個大染缸 怎麼了 別看那邊 要洗眼,很危險 眼挑針吧 我想問 今天是否我們開始大膽了 怎麼了 題目是淫賤派對 不…我們的題目是在家宴客 你這樣在家宴客嗎 你呢?五十步燒八步 他有甚麼問題 我也是這樣,你這個… 我有穿褲子的 行了…知道了…不想看… 我覺得穿褲和內褲沒甚麼分別 不,他自己穿上去而已 他在家宴客時就拉高 在家宴客,你真的這樣嗎 我上次去你家,你也不是這樣 在家宴客為甚麼要拿鱷魚 或鱷魚出來 我想說,我在家宴客的話 我玩的東西比較高深 我玩桌子遊戲 這個也不差,對吧 玩吧,我玩這個 神經病 神經病 現在是第一隻?我又中了 喝 玩完了,這個遊戲已經… 我們可以準備吃東西了 你也帶了東西吃回來的 我也帶東西吃回來 我沒有帶 第一節不要露飯 你先第二節 這個很烤 這個其實是我老婆做的 我經常說買外賣算吧 她說不行,一定要自己煮 為甚麼 她說當真的煮過給那個人吃 其實代表她對這個人非常重視 她會想煮一頓給她吃 令她之後想起時 就想起她曾經在我們家吃過飯 這對我老婆來說是很重要的 這是你做的東西嗎 對,這是我做的 真的是你做的還是你媽媽做的 真的是我做的… 為甚麼你們不想吃我的牛肉 我炆了一整晚 是,知道的… 黏的… 那牛肉是甚麼牛肉 看到的… 看見的… 是韓牛 馬上想笑 甚麼事 其實我在家見客 除了燒飯之外 聖誕節 我聖誕節時才會約人回家吃東西 因為我聖誕節時會在家烤火雞 這麼棒? 因為那些火雞… 你永遠在家吃到家吃的火雞 是很韌的嗎 乾到腳皮 對 我們過去聖誕節多雙快 對,那你聖誕節會邀請我們吧 會…很好吃 自己煮的火雞 可以滑得像雞一樣滑 我知道是可以很好吃 只是煮得很好吃 你炆得很軟 很美味… 好吃… 是嗎?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可以做的 我有影片… 我特意拍下影片 我怕你們… 迫近多 雖然他告訴我不會播片 有些後患 不如我們一起吃一個玩家的遊戲 輸就脫衣服 我真的玩過 我先數一數… 我好像只有三次 有焦米水和山楂烏龍 你們想要甚麼味道 山楂烏龍? 你呢 焦米 通常我叫朋友來 因為我很喜歡叫朋友來我家 因為我很少會一群朋友 不如外出吃,我不會 通常一定是… 你喜歡在家裡吃 對,因為又舒服又自在 對… 玩到幾點都可以 我最喜歡叫朋友來做甚麼 最好玩到凌晨 我們玩的在電視上 然後一人拿著手機 要解謎、要選決定的遊戲 甚麼?你的桌子遊戲那麼深奧 它是類似解決這宗案件 我們大家就是一個偵探 很複雜 如果真的有人來我家吃飯 我會寫定今天要煮甚麼 因為我自己煮的話 我大概要知道有些東西要先醃製 自己會寫一些步驟 因為我沒有它那麼厲害 它好像是不用的 它自己一出來說 可以,這樣做些東西… 不,我腦裡也會想的 真的要做些… 對,我要寫出來 真是會 如果我要做八個課程的東西 這樣就算了 我也會寫出來 她家有個好處,可以燒東西吃 那次大家自助餐喜歡吃 那次真的神經病 她和她老婆… 最後我受不了 她在中間已經回房間睡覺 然後她和她老婆在沙發睡覺 對,真的玩到… 聽說睡到第二天 為甚麼 有一個更厲害,有一個斷片 斷片斷斷… 聲音在沙發 對,聲音在沙發 因為露台的地上很濕,下雨 她在轉圈 有些水花四天的那種 很漂亮,完美落地 轉身後就滑了 然後就打掉… 扔過PK 不敢打掉 然後我們心想,醒了吧 她們醒來,沒事 然後又再聚過 第二天就問她 你知道自己昨天掉了地上嗎 不知道,但是真的很痛 我想玩這個,有甚麼懲罰 洗… 洗完今集的碗… 我一定不會是輸的碗 你喜歡賤,那些東西是你的工作 你為甚麼要我來洗 我們的刊者開始把自己的工作 寫成一些懲罰 就變成我們做… 你別說寫完下一集的稿 我正想說一說一說一說 一開始我們大概有兩、三頁的稿 對… 但現在我們到了兩版 我覺得兩版應該是兩集 對,即是在家宴客 然後下一節回來再吃歌 然後開始討論 Rolla 這樣… 害怕你… 你寫著情文給我們 害怕 大家不要用那麼多碗 儘量環保一點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用省水的角度去想 她那麼大力,你先給她 很危險 難怪一開始就倒閉了 是否可以動回她 你知道有些桌上遊戲是玩到… 在這邊做,八婆 家裡要有個… 家裡要有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桌上遊戲 完整、無缺放在這裡 然後讓下次再來繼續玩下去 一晚玩不完 那家裡要很大 不如我們放在這裡 下一集再玩,好嗎 好… 你們主要在家裡喝酒多 對… 會嗎 我去吧 我通常… 你別裝作不是 我通常回家… 你別裝作不是 不是,我在家裡宴客時 其實我永遠都不會醉 因為你要不停服務大家 不要緊,她洗完碗而已 很可憐 這個情況真的很可憐 下一節又要你煮… 又要你洗… 我也不好意思 我沒想過她會這樣倒下去 你有試過在家裡宴客嗎 然後她們說不用做那麼多 她們對食物沒甚麼要求 隨便吧 隨便買兩盒食物上來就可以了 那兩盒人是否真的沒甚麼要求 你再沒有要求 你也會覺得應該要煮少許東西吧 不是的 不,看那個宴客在做甚麼 對 例如約人回家打麻將 你怎會煮 對 那又不是打麻將 可能打算玩啤牌 打麻將和玩啤牌有甚麼分別 對,也可以很沉迷 對,不想做那麼多 為何要約人回家吃飯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那你喜歡去別人的家或是別人去你們的家 我呢 是一半半的 請別人來家以後沒有問題 其實我最討厭洗碗而已 那通常會有人來幫忙洗碗才離開嗎 當然不會,他們應該… 不,這是我家的家教 小時候的外婆公公教 如果你去別人家吃飯 你就一定要幫別人洗碗 其實你一定不會叫別人幫你洗碗 當然不會 首先,因為每個人的個人習慣 怎樣去洗碗都不同 是 洗完後,你把它抹乾淨 還是打麻將 但有些情況不是這樣的 例如你去另一本家 你會否要提供提供 伯母,我幫你洗碗 你做的樣子也要的 對… 其實我朋友說這些是一個試驗 他會看你會否去問 要不要幫我洗碗 通常伯母就說不用了… 然後他說 不要,你死錢難打吧 我媽媽其實很喜歡幫我洗碗 這樣 你便說伯母,不是的 讓我來吧,你辛苦了 煮了一頓飯都 其實我覺得她是很懶惰的 我覺得是 但我很喜歡別人來我家 首先是因為那種感覺很自在 而第二,當離開那一刻 你不用想 但我很累,又要駕駛一輛車離開 也是的… 我只是說要收拾東西 對… 那我就舒服 收拾鑊金 之後你覺得很舒服嗎 是你老婆收拾的嗎 我可以的,我負責後期工作 另一件事,我問問你們 如果你叫別人回家吃飯 別人說要夾錢,你會收嗎 例如我的朋友 他們知道我喜歡喝威士忌 或他知道要喝酒 會拿威士忌 每個人都會拿酒 然後又要帶貼品過來 我便會說 你們出甜品酒,我們煮菜 對,如果吃火鍋 有些朋友會說我去買海鮮 大家便不會計算 但我當然也有朋友 他們喜歡計算… 均衡一點 對,均衡一點 那你便繼續做 但其實真的有償倆收 怎樣?我真的… 你怎樣計算 你這個,那怎樣計算 我是否連那顆米也要計算 對,那顆辣椒粉也要計算 那顆芫荽也要計算 對,那顆芫荽也要計算 兩元,大家隨便 其實我約人回家吃飯時 我喜歡所有的材料和手工 便我出售 最後大家放箱子 做善事,當大家捐了它 我覺得這樣吃飯挺開心 每個家有家規 每個家規都有些不一樣的 對,但你別想著不斷說 就不用洗碗 不是…洗碗 味道部分都煮完 還有一堆碗,再加起來 對,那你先煮東西吃吧 累積的 其實我不會洗的 你… 不是有的,他在這裡 阿希,他賴皮… 你去煮東西吃吧 我待會回來 我告訴你一宗建文是關於洗碗 我告訴你,真的見你這宗 待會回來告訴你 好… 在家宴客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會做一個非常簡單的 但我覺得挺好吃的 當時是學法國菜的時候學的 好像一盤小食 然後做點雞蛋糕 讓大家煮濕的 其實很容易煮 她很聰明 今天叫她洗碗 你看她所有東西都沒有 沒有爐,不用煮 沒用 我煮的 這就是女人的直覺 不知道為甚麼 一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會出事 我已經感覺到會出事 然後今天的東西 是完全不用用爐,完全不用煮的 一個爐、一個鍋也沒有叫她洗? 沒有… 簡直是太便宜了 平時你不停在這裡問 你怎麼做… 我當然要告訴你 那你快點說吧 不用你說,我不用你問 其實非常簡單 我用三文魚 然後把三文魚混在乳酪芝士 還有紅蔥頭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很有趣 這個叫做Banana Sharla 很有趣,還沒見過這樣的紅蔥頭 香港做不到的 最後用保鮮紙包著 把三文魚放在上面 然後製作餡料 然後放進去,然後捲起來 然後再切開一塊塊 那我現在還有甚麼 拿三文魚給我 這麼多包 你拿三、四包 三、四包? 對 這是蘇格蘭的三文魚 可以幫你撕嗎 撕吧,當然 不要連袋子吃,癡媽筋 當然要撕吧 我打算今天 你輸了,當然要自己做完 為甚麼要幫你穿 因為平時不是對我很好 她是妹妹 誰對你好 我媽媽 你媽媽也跟著她一起欺負你 對 我媽媽的骨子進化到… 又進化了,3.0元 對,她無緣無故罵的時候 她不是罵我,她罵我妹妹八婆 我不知道,總之她無緣無故… 八婆,這麼多次 她已經覺得八婆這個詞語很好用 對,她真的這樣覺得 她現在經常無失機無縮 在家裡就說,八婆 那隻杯子洗完了,拿進去吧 我完全感受到 在不久的將來 她們三個人會變成4.0 就是互相喇叭 互嫂? 那間房子很吵 你看,八婆,幫我切東西吧 八婆,這些東西還沒洗 全部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會這樣 真的是醃心重 我真抱歉這件事 我提到一個宴客 我發生過一件很尷尬的宴客事件 話說有一次拍戲 拍戲突然有個前輩說 今天結束了,只是晚上6、7時 大家過來我家吃飯 聽到大家的演員都說 好…還是拍到6時 當大家準備拍戲時 一看著整群演員就說 當然不去 當演員的時候就說 不行了,我還是去不了… 很多人都這樣 各自各上車都走 結果只有我過去了 人家又預料了餐飯 但他真的預料了很多食物 他預料了… 我上次去吃的時候 沒有預料了很多食物 我想他有工人姐姐 預料了很多食物 預料了少許 只在聊天,互相認識一下 所以其實不熟悉嗎 不熟悉…只是第一天見面而已 但我很欣賞這個前輩 因為第一天見面 大家都不認識 但他願意宴客 對,還要請你去他的家 對,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開心的 我感覺到如果他去他的家 他是馬拉松式 從3時玩球遊戲到凌晨3時 還在玩同一個解謎的球遊戲 我很喜歡別人來我家後 在一個話題聊完再開另一個話題 好像上次去他的家也一樣 明明大家… 我們好像分為兒童組和成人組 因為他們… 成人組 另外是他的同學 成人組 他們說清末文初時的劇團發展 我們另一群年輕人說… 你吃糞便吧,成人生 現代到現在的劇場可以怎樣做 我們明明分了兩批 但聊天後,不知道為何他們又回來了 或者我們又回來了 然後又聊過 他們經常走過來 他們想把年齡層拉起來 你明白嗎 我還帶了很多東西回來吃 我一會兒會在煮給他們吃的食物 下毒嗎 下毒 然後… 不管你,我拿出食物 我還有一個微波爐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這是英國傳統小食 用新鮮果蓉去做… 很香 你試試吧 來了,別客氣了 你怕胖就吃天然蔬菜做的脆片 吃天然蔬菜做的脆片 對,這是竟然派人 他也是想拆開咖啡 要吃的 為甚麼?你好像有完整的脆片 像家徒屋敗一樣 有時候朋友來家帶小朋友 我有點害怕 五、六歲的那些 不是,真的說一歲或兩歲 又懂得走路 但又不太溝通得到 交交鎮 然後甚麼都拿出來 你看見公仔的模式拿出來咬 我就很怕了 很熱嗎?他無緣無故在我旁邊 你現在叮熱了才好吃 你現在又在這裡… 別吵他 有,別吵他 很熱 很熱… 是嗎 怎麼了?叮熱了又說他甚麼 我聽說昨天人家喝醉了 應該是他在衝進洗手間 還沒到馬桶前就放了 就已經放了 這樣 當時不是燈的 我接受不了 誰知道第二天 起床時有些櫃子放東西 原來門是斜的木材 他打開櫃子 打算拿裡面的護膚品用 一開一條痕 是那些… 沒糖末 對,一開… 即是雪菜火鴨,不一定有 噴仔在那裡進去 O.M.G 神經病 神經病 他只說我都想吐 不行… 又有臉… 不行,我接受不了 所以來我家的朋友奉勸一句 真的不要喝太醉 有否試過見過有些人 就是他自己宴客 但他自己醉得瘋了 又是吐 然後一看洗手盆 滿了那些吐痛物 是塞了 他自己吐到自己的洗手盆 塞了 我的朋友也是 然後人家… 人家幫他通了 而且那屋子幫他通了 人家沒有地方洗手 你只有警察 即是你開一個水喉 扔掉 那些… 又不知道是誰 只有一個洗手間 你想說怎樣 很厲害嗎 畢竟我都在煮食物 可以不要說這些… 不好意思… 不斷吐,不斷吐 因為很有畫面 有個朋友新屋入伙 有一個舊同學表示非常好奇 即是說這間房間更大 這間房間好像我的房間那麼大 竟然他在別人的新屋入伙 的派對中 他率先在別人的睡房 廁所和廁所 而且有些黏在廁所上 我的天 你跟我說的有甚麼分別 可以告訴我嗎 你說了出來令我想起這件事 對 否則我們不夠見聞 你說這件事,我有個小小的秘密 其實我去到別人的家 你也會在我家嗎 我也會在別人的家 你有沒有在我家在我家 我剛才想說 好像有 所以人們會知道 我一去他們的家就… 行了,廁所你先用了 我幫你洗吧 不如你吃東西吧… 我聽說過,不知道是否看到 那個人說不見了貼身的用品 例如甚麼 例如… 康圍禮褲嗎 對,那些不見了… 他以為是一斤而已 他本身沒有工人 不會說無緣無故的東西不見了 洗了,自己知道 他又沒有拿去洗 後來他說 你請了誰來你的家 是否最近有誰來你的家 轉透風圍 不是,他不是轉透風圍 原來他說那個女生是拜狐仙 他要拿一些很貼身的用品 例如我想吸收你的財氣 我就要拿他的貼身用品 類似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要去別人的家 利用拿別人的東西 對,原來他會吸收你的東西 你請他時,你不知道他是這樣的 他後來不見了 他才問朋友 說起這件事 朋友就會說 你請了誰來你的家 他就說了人名 他說他之前也來過我的家 大家才說起這些東西 都是偷了這些東西 對,偷了貼身的東西 娛樂圈真的有個大染缸 是否是娛樂圈的人 對… 如果在12時就集合 在3時的一間茶凌晨 然後的節奏繼續下去 然後就繼續玩 通常在12時吃完飯後 先上來喝水 大家暖暖一下 很久沒見,看大家近況如何 大家伸出幾句 然後就事不宜遲 開一間茶凌晨 玩一個,暖暖一下 快的可能半小時至一小時 完成 玩完之後就在茶凌晨 吃完茶凌晨 我們開始玩一個深一點的 喝完咖啡 玩一個深一點的 可能玩到六、七點 然後就吃飯 可以煮東西吃 聊天、喝酒 到10時多 有 開始最激烈的電視 通常玩兩次 就到凌晨六、七點 很累 那些是馬拉松 那來就吃飯 很累 現在很好玩的 你們找一次過來 我不想… 沒有了 我沒辦法玩桌遊玩 我連打牌… 我打了四圈 我已經覺得極限 全身不聚財 坐很久,很辛苦 其實說起… 你覺得如何?好吃嗎 很棒 很好吃 我想起一件事 有一次叫我朋友 在家裡吃大雜蟹 吃完了,煮了一些飯 然後… 吃了一雜蟹煮飯? 對,有人說肚餓 那就吃蟹 最後當然沒有人吃飯 其實…對吧 有人說肚餓 那就煮,最後沒有人吃 然後整鍋飯忘記了 然後隔了差不多一個多月 那次想煮飯 一打開的時候 全部都是白色的粒粒 是烏鷹的蛋 還有幼蟲 很噁心 在動著… 整個鍋子… 整個鍋子就在裡面 整個鍋子在動著… 很噁心,糟了,我無管冬了 然後我那一刻… 你真的無管冬? 對,我真的無管冬了 還沒結束 那一刻看到… 然後我馬上關掉 我做了一個人生最錯的決定 我把電鍵插開,然後按… 然後我打算煮死蟲 當飯開始有蒸氣的時候 我打電話 對,整個房子都縮到那股氣味 芋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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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是整個鍋子扔掉 但我覺得… 那股氣味應該還要… 維持了兩、三天 你別再說了,你真的去洗碗吧 我不想下星期回來 整個廠房都臭了,你知道嗎 對,謝謝 下星期見吧 我以為做過樣子 我沒想過真的要洗 你一輩子有哪個時刻 不是做過樣子的,你看你 我也是看的 你有一種宴園客 現在要在家裡做好事的感覺嗎 這不是感覺,是事實 請問有馬蛇衣服嗎 我肥膩給你 你肥膩馬蛇衣服嗎 在這裡… 怨氣很重 明明兇肚講宵夜 現在外面有日光、日白 對… 我們是由半夜拍到天亮 對,拍到天亮 對… 謝謝… 他們剛才在你洗光的東西 他們才說謝謝… 我肥膩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